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10月4日 在中国简报中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凯盛表示已通过中国国家安全检查 彭博社 总部位于纽约和上海的专家研究公司Captation Procorp宣布 已完成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的整改程序 凯盛是今年早些时候北京对咨询公司进行反间谍打击的目标之一 该公司表示 在中国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已完善合规体系 并已通过检查 凯盛没有提供有关检查的更多细节 探秘中国房地产繁荣的最后痕迹 电报 伯纳德 阿尔诺·Bernard Arnott旗下的奢侈品公司LVMH宣布计划在中国海南建设一座购物中心 该中心将拥有一千多个奢侈品牌 包括LVMH旗下的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和Dior 随着富裕的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避开西方国家 奢侈品零售商压助于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永久性转变 海南购物中心与中国其他地区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形成先灵对比 自2021年以来 中国其他地区的房价已下跌高达20% 美国对乌克兰的资助是否受到威胁 半岛电视台 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愈演愈烈 乌克兰已成为一个中心主题 总统乔·拜登正在推动对乌克兰的新援助计划 但面临国会共和党人的怀疑 最近的事态发展使国会放弃了进一步提供资金的条款 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对乌克兰援助未来的担忧 众议院的两极分化尤其严重 共和党已微弱多数控制众议院 拜登现在正在敦促国会议员支持一项单独的乌克兰资金协议 但众议院议长乔·麦卡锡的下台 使这一挑战变得更加困难 台北警告称 北京有多种方式干预投票 日本时报 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表示 中国有一系列方法干预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 这些方法包括军事压力 散布假新闻和操纵民意调查 台湾长期以来一直警告中国不要干涉 中国认为该岛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蔡英文表示 中国的目的是影响选举结果 以支持对北京更有利的候选人 中国顶级艺术品投资者收藏了大量艺术品 现在他在卖 纽约时报 中国艺术收藏家刘一谦夫妇 将40件艺术品送上香港苏富比拍卖行 震惊艺术界 此次拍卖包括苏富比2015年 以4280万美元成交的一幅莫迪利亚尼画作 一幅玛格丽特画作和一幅大卫霍克尼画作 此次拍卖将是该拍卖行在亚洲举行的 最大规模的单一业主拍卖会 也是这对夫妇为其艺术品举行的首次大型公开拍卖 尽管中国的艺术品收藏家 进行大量私人交易是很常见的 这次拍卖正值中国经济的微妙时期 因为增长正在放缓 而且中国股市自5月初以来一直在下跌 美国监管机构让华为芯片突破成为可能 日今亚洲 哥本哈登商学院国际经济政府和商业副教授道格拉斯 富勒·Douglas Fuller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 美国出口管制漏洞使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得以大规模生产先进芯片 美国商务部已向中芯国际颁发了设备销售许可证 但公司还从荷兰公司 ASML和日本供应商那里获得了技术 富勒表示 如果美国真想限制中国的技术能力 它就必须堵住自己造成的漏洞 美国制裁数十家中国公司 以打击芬太尼生产 电报 美国宣布对数十家参与贩运致命药物 芬太尼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 这些制裁是乔拜登总统政府打击全球芬太尼供应链的一部分 据称该供应链通常是从中国的化学公司开始的 美国财政部对28名参与国际非法药物扩散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其中包括一个大型中国网络 美国司法部还公布了8份起诉书 指控8家中国公司和12名员工犯有与芬太尼和甲基本顶案生产相关的罪行 中国政府没有配合美国当局的调查 对此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谴责此举严重侵蚀中美禁毒合作的基础 芬太尼贩运预计将成为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 加兰访问墨西哥期间讨论的主要话题 中国抗击日本化 东京应该照照镜子 南华早报 日本持续痴迷于保持日元疲软以支持出口和起义利润 这可能是该国未能摆脱数十年增长微不足道 工资停滞以及中国GDP超过日本的影响的原因 日经亚洲的一篇评论文章 文章认为 日本依靠日元贬值来提振GDP的战略 阻碍了该国实施必要的结构性改革 并阻碍了劳动力的增长 这表明日本需要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然后才能为其他陷入困境的经济体提供任何教训 菲律宾对致命的南海碰撞感到愤怒 悉尼先驱沉暴 菲律宾领导人谴责在南海撞毁一艘渔船 造成三名移民死亡的事件 碰撞发生在黄岩岛附近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环郊 马尼拉和北京之间的争端不断升级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最初宣布 一艘身份不明的商船撞上了菲律宾渔船 但后来表示 疑似一艘在马绍尔群岛注册的邮轮 袭击了这艘船 该事件加剧了菲律宾和中国 在海域领土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欧盟正式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启动反补贴调查 彭博社 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一亿发起反补贴调查 调查将重点关注新型电池驱动电动汽车 以及中国政府所谓的补贴 该调查旨在确定 这些补贴是否允许中国电动汽车 在欧盟获得不公平的市场份额 从而损害欧盟产业 调查期限为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 未来9个月可能征收反补贴税等临时措施 发展中国家面临债务危机 路透社 近年来 由于高利率 投资者避险情绪和过度借贷等原因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正面临债务危机 这些国家将在下周于摩洛哥举行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F和世界银行年度会议上 寻求援助 以摆脱债务负担 一些面临债务问题的国家包括 埃及 埃塞俄比亚 加纳 肯尼亚 黎巴嫩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托尼斯 乌克兰和赞比亚 埃及需要在未来五年内 偿还1000亿美元的印通货债务 并将其40%以上的收入 用于支付利息 埃塞俄比亚 已要求在20国集团 共同框架下进行债务重组 中国已允许暂停部分债务偿还 加纳于2022年底 拖欠了大部分外债 目前正在进行债务重组 肯尼亚的公共债务 面临很高的困境风险 目前正在与非洲开发银行 和世界银行就预算支持进行谈判 黎巴嫩自2020年以来 一直处于违约状态 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 来解决其经济崩溃问题 巴基斯坦正在努力偿还外债 并从毁灭性洪水中重建 而斯里兰卡则在2022年 拖欠国际债务 托尼斯正面临经济危机 并面临违约风险 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后 冻结了债务偿还 并将于明年决定是否延长 冻结期限或寻求替代方案 赞比亚是大流行期间 第一个违约的非洲国家 正在与债权国和中国 敲定债务重整协议 中国的下一次探月任务 旨在完成任何国家 从未做过的事情 它的太空野心还不止于此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中国将于明年带回第一批 从月球被念采集的样本 据中国国家航天局介绍 嫦娥6号任务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中继卫星将于明年上半年部署 中国官方媒体称 计划于2028年进行的嫦娥8号任务 将包括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联合任务及项目 允许海外合作伙伴通过搭载任务 进行月球研究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 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 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 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 特定领域的一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 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 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doobreak.com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来看一看中美美中关系 聚焦北京时间10月4日 第一个消息是看上去 习近平是不会见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也就是民主党领袖 书莫所带领的参议员团了 有高挂免战牌的意思 另外一点 也是北京时间10月4日 美国众议院是投票 罢免了共和党籍众议长麦卡锡 中国官方媒体 有非常密集的报道 不少人又亮出了 所谓的东升西降的这个说法 首先来看看书莫这边的 最新的消息 因为10月4日北京时间 还处在八天的国庆加中秋的两节长假之中 所谓的黄金周 那么中国外交部也是透过外交部发言人 大记者问的形式 于官网就发出了中国方面的一个反应 就提到中方是欢迎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书莫率两党参议员代表团访华 希望通过辞访增进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客观了解 促进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 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积极因素 透过这个中间的文字的表述 就是促进两个国家之间立法机构的对话交流 那很直观的一个判断 就是目前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赵乐际 高概率的可能会见书莫一行 至于习近平不见面的可能性就已经是很大了 其实在中国外交部这一纸大记者问的消息出来之前 舆论场上的专业机构的分析人士也是倾向于认为 习近平在结束了力排的一般见证纪念之后 有一段时间的隐身 那么他再去见书莫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就是中美美中两个大国之间 持续的紧张关系是没有太多的变化 另外一点就是美国此前高阶官员去了北京之后 那么两个国家的一些癥结问题 解决方案上是缺少进展 所以也给不到习近平更多的理由去见书莫一行了 这第二个因素是相对近一点的 就是说从六月份以来 包括比如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财政部长耶伦 气候特使克里和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是相继访问了中国 双方是同意保持沟通 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的问题 几乎是没有太多的变化 非常突出的 就是尽管在恢复人文交流和建立经济 经营工作方面确实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针锋相对的技术竞争是仍然在持续 而且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通信的线路 目前其实也是停滞不前 此外再加上书莫 他是以对北京所谓的鹰派立场而闻名 并强烈主张对中国是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以遏制北京高科技和军事的发展 包括说就是在书莫这一次的北京行之前 海外的媒体就已经提到了 书莫的办公室是表示 书莫此行的目标是推进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 同时关注美国企业在中国互惠的必要性 这将为美国工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以及保持美国在国家安全先进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 如果换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书莫一行其实就是来推进美国总统拜登的一些中国议程的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目的 习近平见书莫的可能性就小了 如果说要解决中美两个国家在议程上程序上出的一些问题 那索性习近平就直接见拜登来谈了 现在媒体提的比较多的 这个是美国国会代表团时隔四年 四年以来首次访问北京 那如果把时间现在拉长一点来看 习近平上一次去会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领导人 要追溯到2015年9月底 那也就是差不多是八年多之前了 当时美国总统还是奥巴马 习近平是去美国进行访问 于华盛顿国会山就集体会见了 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领导人 可以看到麦康奈尔当时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 还可以看到佩洛西当时是美国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 关于现在中美两个国家的关系 那公认的说法就是目前正处于40多年来的低谷 双方在国家安全经贸台湾人权南中国海等一系列问题上 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议 有的时候分歧还非常的突出 在几个轨道的外交方式之中 比如说一轨外交 这是官员之间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 以及二轨外交 所谓的民间外交 包括退休下来的官员 学界的知识人士 以及普通的一些民间人士的往来等等 都可以跪进二轨外交 此外还有一点五轨的外交 就是官员和学界的人士 透过一些比如说研讨会 在一起来进行分享和碰撞等等 那么三轨外交之中 现在习近平今年最新的强调 说法就是他非常看重民间外交 二轨外交 尤其是9月份在新德里举行的G20的峰会 其实外界之前普遍预测习近平和拜登会有一个会晤 结果习近平根本就没有去到印度新德里 透过这个例子 那能够看到习近平 他所强调的要搞民间外交 不是说说而已 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习近平 他性格的一种强硬的程度 但是就像分析人士批评人士普遍所强调的 就是目前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关系 它不是从无到有 那之前几十年前民间关系做了很多铺垫酿 还可以理解 那么眼下两个大的国家是矛盾 从生甚至是一些结构性的障碍出现 只靠所谓的二轨外交 一点五轨外交 就能够稳定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或者说呢 让这两个国家关系 让相对阳光的方向走一点点 人们觉得这个可能性并不大 在结束了十月初这一段的神影之后 习近平和他的政治经营团队 十月份要忙的一个重点 就是一带一路推出十周年相关的活动论坛峰会等等 那别的一些事情 恐怕都只能往边站一站 再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 十月四日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三名知情的美国和东亚外交消息人士就特别透露 王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外长 预计在本月十月份稍微晚一些的时候 访问华盛顿 以处理日益冰冻的中美关系 并为美国总统拜登与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 这两者之间备受期待 但仍然没有安排的会晤 来铺平道路 这个所谓的会晤 现在来看很大的可能 就是今年十月份在旧金山将会举行 亚太金河组织峰会 所以王毅这次出行 显然就是促成中美两位元首 在峰会上会面的机会 这两个人上一次的碰头 还是发生在2022年11月份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所举行的 20国集团集团体的峰会期间 那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再见面 美国媒体的这一则报道 目前来看真实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一方面当然是说他援引的信息源比较的多 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前面也提及了 今年比较多的习近平是强调所谓的二鬼外交 民间外交 怎么说着说着就变化了呢 这个就是目前这个背景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很快就要举行了 时间要么是11月 要么是12月 而根据过往的惯例 三中全会的核心议题就是经济 那么在三中全会之前 把重点放在经济上来 而搞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关系 对于稳定外资的信心 对于吸引外资其实都只有好处 另外一点 其实在中共的内部 它也不是铁板一块 对于中共高层目前所采取的 对于美国 对于西方一些国家非常强硬的策略 然后从2022年2月份 俄罗斯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中国是采取和俄罗斯走得比较近的做法 其实中共的内部是有不同的意见 甚至存在着不满的声音 所以王毅防美促习败会再一次的发声 那很大程度上能够安抚中共内部这些不同的声音 从而从宏观上也为三中全会的召开 来打造一个所谓良好的氛围 此外就习近平个人而言 副国级的官员包括秦刚 李尚福 连续的神影 加上74周年建政纪念会上 已经退休的中国前国防部部长 也是国务委员魏凤和没有出现 这一系列的怪现状或者说丑闻 目前来看是没有迹象显示 动摇了习近平的权力基础 但是外界还是有理由相信 这会影响到习近平本人的威望形象 所以不排除习近平在种种的被动之下 透过外交 透过和美国改善关系来挽回自己的形象 某种意义上也是来挽回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形象 接下去来看看另外一位 麦卡锡在历史性的投票中 被罢免了美国众议院议长的职务 关于这个消息 10月4日北京时间 中国的官方媒体是做了非常密集的报道 这个事情当然首先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 美国当地时间10月3日星期二 北京时间算下来就是10月4日的白天时间了 在这一次罢免之前 美国还从来没有过议长被罢免的情况 事实上除了罢免本身 那已经成了 即便是撤换众议长的动议也是非常罕见的 此前在美国众议院历史上 仅被使用两次 所以算下来 麦卡锡是从今年的1月7日担任众议长 一直10月3日正式被罢免 这就使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任期第三段的众议长 罢免麦卡锡的动议 他的结果是216票赞成 210票反对 换一种说法 就是所有民主党人 再加上共和党内的所谓的强硬的保守派 是投票支持罢免麦卡锡 麦卡锡这一次被免除职务 直接的原因是来自共和党内部的博弈 因为就是在几天前 麦卡锡刚刚是在民主党的帮助下 主导了避免政府关门的立法 这招致了以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 马特盖茨为首的共和党所谓意见人士的严厉批评 而且盖茨是即刻牵头采取了罢免麦卡锡的行动 罢免的动议就是美国当地时间10月3日星期二下午来进行表决 所以有了这样的表决的结果 其实盖茨几个月以来一直在批评麦卡锡 指责麦卡锡在支出法案和如何管理众议院方面 是违背了他对共和党内保守败的承诺 那么相对远一点来说 麦卡锡之所以地位不稳 一个原因那当然是共和党在众议员的多数席位优势不大 占221席 民主党是212席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作为当选议长的条件之一 麦卡锡在今年年初是同意了一项规则 也就是任何一名众议员都可以发起罢免他的动议 所以这个来看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中国的官方媒体10月4日的白天时间 对麦卡锡被免职一事是进行了密集的报道 也有一些媒体是发出了一些评论 不过客观来说 从中国央美的反应来看 至少说就10月4日白天时间 是有一些评论 比如说央视的 获其党争 美国众议院面临混乱局面 但是文章的内容援引的还是西方的主流媒体和通讯社的看法 比如说前面提到的这篇文章就援引了路透社的评论 就是美国迎来了另一场戏剧性的一幕 然后众议院将会陷入动荡 稍早之前也是央视专门报道 就是美国的联邦政府的所谓关门闹剧 点燃了共和党内战的导火索 因为中国官方媒体大面积大幅度的报道 现在可以看到在一些社交群组里 在一些左派的色彩非常浓厚的网站之中 包括一些知名的自媒体人士 表达的态度那就直截了当 很多认为东升西降是来了 美国的衰落是不可避免了 关于所谓的东升西降 因为中国长达三年的疫情的控制 再加上中国疫情之后 经济复苏乏力 所谓的长青关效应 或者说疤痕效应等等 那么东升西降过去一段时间提的是比较的少 但是眼见着 10月4日一下子似乎就复苏了 比如说可以分享这么一段话 来自中国很知名的一位自媒体人 他就提到 可以预见还会有更多的斗争和突发事件 发生在美国政坛 近年来美国政界极端思潮抬头 理性主义渐渐是消退了 美国宪法规定的弹劾权 已经日益沦为民主共和两党政治角力的工具 美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下降 社会撕裂不断加剧 所以他给到的结论 美国的衰落或许已经从政治开始 另外一位知名的媒体人现在已经退休了 在自媒体就表示 麦卡锡被轰下台 是美国政治体系在加速功能老化和失调的象征 美国的经济领域相对独立 但是政治上乱下去 很难说不对经济造成反食 所以根据他的意思 那政治上美国已经很乱了 而且现在透过政治反向来侵蚀 来伤害美国的经济 所以虽然没有提所谓的东升西降 但是这个意思表达的很直接了 关于所谓的东升西降 现在其实中国的一些学界 一些智库表达不同意见的声音 正越来越频繁的被听到 比如说刚刚过去的9月份 隶属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智库 叫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副院长傅孟兹 他就专门看出了一篇文章提及 国际力量格局的消长态势没有改变 但东升西降的态势趋缓 西强东弱的现状 短期内是难以完全改变 另外一位提出了要重新来审视 东升西降态势的是王文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的执行院长 在川普执政时期 美国的一些官方部门是取消了 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 去美国的签证 那他们就没有机会去美国进行讲座 进行学习等等 被取消去美国签证的一位就是王文 所以可以看到他在中美关系这个领域之中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王文在稍早之前的文章中就特别提到 现在态势出现了一些变化 4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中国年度季度经济增量低于美国的现象已经出现了 4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生产链和供应链向海外转移的苗头已经出现了 以及4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美国统合西方对中国威胁的政治共识 并全面行动的架势已经出现了 基于这样的认知 王文是做了一些呼吁 在对美关系上 他就强调 中国社会是需要客观直面 美国僵衰未衰 避腿未腿的基本事实 而且呢 就建议对美西方的斗争 要保持求稳求准 灵巧务实的态势 他给出了一些细节 就是认为啊 目前中国与西方的相处方式最应该使用的姿态就应该是政治上保持战略定力 经济上保持正常贸易 外交上保持斗而不破 社会上保持正常交往 文化上保持开放自信 生活上保持宽松平和 根据公开的信息 王文和习近平是打过交道的 比如说2016年5月 习近平主持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王文在会议上是有发言的 2022年的4月份 习近平去中国人民大学视察 现场的视频也能够看到啊 王文右边第三位戴着口罩的这一个了 他也是在相关活动的现场 中国的知识分子 他是有忧国忧民的传统的 包括体制内的这一拨人 那其实很多时候能够把学术成果做出来 把文章发表出来 他最后还是想方设法 透过内参的形式 或者透过相关的渠道 是希望中共的最高层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甚至是直接采纳他们的意见 最后再说回麦卡锡 他的去实对于中美关系会不会带来影响 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甚至是冲击目前外界 也还不得而知 因为需要时间来验证 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 不管谁接听麦卡锡来出任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对中国的强硬的姿态 基本上都是可以预计到的 关于中国的媒体 特别是官方媒体 如何来报道美国政治出现的一些情况 其实已经有学者提到的 这位学者是美籍华裔学人 黄敬目前在中国大陆的一所学校 担任客座的教授 他就表示 即便是从中国的自身利益出发 中方其实也应该希望美国国内政治稳定 社会和谐经济繁荣 毕竟一个失序的美国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 都是坏消息 黄敬就还特别强调 在日益联为一体的当今世界之中 中美的交流沟通与合作 其实是有利于包括两国在内的世界的稳定和发展 而两个世界大国的碰撞 尤其是失控的碰撞 对全人类而言都是不可承担的一个灾难 所以他认为这应该是中美两国进行高层交流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共识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欢迎大家收看 新闻焦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两名中国出生的行骗者 未进入联合国向外交官付钱于百万美元 卖卡锡被免去众议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美国参议员调查TikTok员工调动问题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两名中国出生的行骗者 未进入联合国向外交官付钱于百万美元 VOA贝希尔 一个全球记者网络周二 10月3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指称 两名中国出生的人向联合国外交官支付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的钱 以获取进入纽约联合国总部的门路 他们两人之前已被美国法庭判定犯有贿赂罪 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Akirk报告说 Kerry Ann 据报道 中文名为陈红 和他的助理Champing Sho 周朝廷 英毅 从2015年开始 长年付钱给高阶官员 并试图创立一个可以加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cosoc的慈善基金 今年早些时候 Yen在另一起案件中 被纽约的一家联邦法庭被判处三年零六个月的监禁 在被判刑之前 他就有关指控表示认罪 他被控向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民选官员 行贿数万美元 以换取通过有利于他的商业利益的法案 他的助理 周应参与此案 而被判处两年零七个月的监禁 后来已被释放并被遣返马绍尔群岛 根据报道 他们两人是规划入籍的马绍尔群岛公民 最初来自中国 不过 Akirk援引该岛国的一位前总统的话说 他不知道 他们是如何获得公民身份的 Akirk的报告说 在两人行使马绍尔群岛骗局之前 他们曾经从事了在联合国收买影响力的活动 Akirk说 在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中间 有前连大会议主席的工作人员 一位据称是中国特工的人 以及一名已经名誉扫地的大使 此人当时已在另一案件中受到连条局 FBI的调查 Akirk报告说 这些官员包括乌干达外长萨姆·库泰萨 Sam Putesa 他曾在2014年9月到2015年9月期间担任联大主席 他的发言人让维克多 尼克洛 Jean Victor Kolo 以及时任多米尼加共和国驻联合国大使 弗朗西斯·洛伦佐 Francis Lorenzo 库泰萨和他的发言人 据称帮助Yan和Joe 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Ben T. Moon 在一次气候会议的场边合影 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 杜加里克 Stefan Dujaric 对Akirk说 潘基文当时不知道有人付钱与他合影 杜加里克说 联合国最早是在一次范围更大的内部调查中 了解到这两人的活动的 那次调查证实 他们为他们的联合国会晤付了钱 但是那些资金并没有走联合国的银行账户 Akirk的报告援引杜加里克的话说 联合国的调查发现 Yan与Joe利用代理人 从中国支付了至少15万美元 并假冒为学费 进入乌干达外交官金管的影子账户 库泰萨的发言人尼克洛 在联合国的调查完结后 从联合国辞职 库泰萨还卷入2019年 另一起在美国的贿赂案 那起案件涉及一名 与一家中国油漆公司有关的个人 洛伦佐大使的角色 是要帮助Yan和Joe 收购一个现有的得到联合国认证的非政府组织 将其重新改名 并利用他获取接触联合国高级外交官和官员的途径 洛伦佐之前也在美国的一起贿赂和洗钱案中承认有罪 但是直到2018年之前 他一直有进入联合国总部的权限 报告说 美国检察官后来披露 Yan为促成接管 向洛伦佐支付了100万美元 阿克尔比说 他们利用这家新的非政府组织作为掩护 并通过洛伦佐认识的人 与较小和较贫穷的国家接触 主办由中国赞助者出资的活动 他们试图让自己 以及其他中国商人与外交官合影 让人们觉得他们有联合国的支持 2019年 连条局找到 向Yan和Joe出售了那家非政府组织的女子 并出示证据 表明这家基于美国的慈善组织 被用来促成贿赂马绍尔群岛官员 这场骗局自此开始瓦解 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 周二在回应美国之音 VOA的问题时说 我认为这件事情凸显 所有有进入这座大楼权限的人 都必须懂得 要保护而不是出售这种权限 他补充说 联合国正在配合当地执法部门 凯文 麦卡锡被免去众议院议长职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英国美日电讯 凯文 麦卡锡已被免去众议院议长职务 麦卡锡宣布不寻求连任 因为他被共和党强硬派逼迫下台 共和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分裂 众议院自由派小组的一些成员 试图阻止主流党派支持的措施 麦卡锡的免职可能导致共和党内部 出现关于谁将接任他职位的领导争夺战 新议长的选举计计划于下周举行 美国参议员调查 TikTok因中国字节跳动公司的员工调动问题 日经亚洲 美国参议员马莎 布莱克本和理查德 布鲁门撰写信件 要求TikTok解释 为何将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 几位高级执行官调到美国工作 参议员们表示 这些变动给人一种 TikTok试图保留字节跳动 对其的影响力 同时避免引起怀疑的印象 他们还表示担心这些人事变动 会损害美国数据的安全性 以及TikTok对其语字节跳动独立性的表述 该公司需在10月13日前回复 广钢梨梨花和四成以100接力队 获得令人失望的银牌 日本时报 日本的广中梨梨乡 在亚洲运动会的女子5000米比赛中 获得银牌 仅次于印度的帕鲁尔乔达里 这是广中梨梨乡 在本届比赛中的第二枚银牌 他还在1万米比赛中获得了银牌 在男子四成以100米接力赛中 日本仅仅错失了金牌 位居中国之后 乔本大树为日本赢得团体体操世界冠军 日本时报 日本在比利时安特卫普 赢得了团体体操世界冠军 乔本大辉在最后一轮表现出色 确保了胜利 日本以1.80分的优势领先未免冠军中国 赢得了他们在团体项目中的第一枚金牌 乔本表达了他终于赢得了 一直以来追求的金牌的喜悦之情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无法上诉瑞波实验室的决定 法官裁定 路透社 美国一名法官 拒绝允许允许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就涉及加密货币公司 Ripolex的一项决定提起上诉 SEC曾寻求允许上诉法官的裁决 即 Ripo的XRP代币在公开交易所的销售 符合联邦证券法 法官表示 对于他的裁决没有实质性分歧的理由 上诉不会推动案件向结论方向发展 Ripo案的审判定于2024年4月举行 SEC指控Ripo非法非注册证券发行 涉及金额超过13亿美元 三名菲律宾渔民在南中国海 被身份不明的外国船只撞击后死亡 海岸警卫队 路透社 三名渔民在南中国海 被一艘未知的外国商船撞击后丧生 事故发生在周一 传承后有11名船员幸存 加拿大与新德里的争端 反映了印度世纪的曙光 日经亚洲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最近指责印度特工 参与了在加拿大的西克分离主义者 哈迪普 辛格 尼加尔的谋杀案 印度政府否认了这一指控 并驱逐了加拿大外交官 导致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 本文探讨了特鲁多公开指责的原因 以及印度政府的潜在动机 文章认为 特鲁多可能公开这一情况是为了获得加拿大西克社区的政治支持 特别是来自新民主党领袖贾格米特 辛格 他对西克分离主义运动持同情态度 文章还推测 由于加拿大反应迟缓 印度情报机构可能已经采取了行动 作者质疑 为什么美国和其他五眼情报共享协议的成员国不愿对印度施压 暗示他们可能希望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对抗中保持印度的支持 文章最后强调了印度侨民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政治和商业圈中 并暗示印度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 可能在与加拿大的外交争端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国在重大改组后公布了新机构的领导人 日经亚洲 中国宣布了几个新的中央机构的领导班子 包括负责监督国家金融部门和处理公众投诉的机构 这些任命是政府和共产党机构重大重组的一部分 新机构包括党的中央委员会社会工作部 中央财经委员会CFC 国家金融监管局SAFR 负责香港和澳门事务的新办公室 国家数据局 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委员会 这次重组是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九次重组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负责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和分析 让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 首先 凯文 麦卡锡被免去众议院议长职务 这可能引发共和党内部的领导争夺战 接下来 美国参议员要求TikTok解释其中国母公司员工调动问题 担心可能对美国数据安全性产生影响 此外 日本在亚洲运动会中获得了一些失望的银牌 但在团体体操中赢得了世界冠军 另外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无法上诉锐波实验室的决定 这引起了一些关注 菲律宾渔民在南中国海发生的撞船事故中丧生 这是一个悲伤的消息 最后 加拿大与印度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 这反映了印度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 现在 让我们来进行一些深入分析 对于凯文 麦卡锡的免职 共和党内部的领导争夺战 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政治动荡 对于TikTok的调动问题 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科技公司的担忧 和对数据安全的重视 在体育方面 尽管日本获得了一些失望的银牌 但在团体体操中的成功表明 他们在这个项目上的实力 至于锐波实验室的案件 SEC无法上诉的决定 可能对加密货币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菲律宾渔民的不幸遭遇 则提醒我们保持海上安全和合作的重要性 最后 加拿大与印度之间的紧张局势 反映了印度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 这将对地区和全球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现在 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新闻 你有什么疑问或者评论 请留言与我分享你的观点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新闻焦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强大的国有巨头 被视为给中国科技优势的关键 两个普通数字 奇迹般突破中国言论防火墙 千山万除 除不掉六四在人心 中国股市的抛售过度了 下行空间有限 麦卡锡成为有史以来 首位在美国众议院投票中 被敢下台的议长 等等 请大家收看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乌克兰可在2030年加入欧盟 法广 弗林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Charles Michel 在德国明镜周刊周二刊登的专访中表示 乌克兰渴望在2030年 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 米歇尔指出 如果双方都做足功课 乌克兰的确有可能在2030年 成为欧盟成员国 米歇尔在采访中 还要求欧盟加快决策进程 他指出 通过迅速接纳乌克兰 欧盟也将证明 它有能力采取地缘政治行动 与此同时 米歇尔强调 无论是对乌克兰 还是对其他希望加入欧盟的候选国 除土耳其外 还有西巴尔干六国 和摩尔多瓦 都不会有任何政治折扣 米歇尔说 乌克兰和其他入盟候选国 必须实施改革 打击腐败并满足法律要求 他没有就乌克兰目前符合 欧盟成员国标准的情况 发表意见 尽管如此 欧盟现在必须不再浪费时间 因为俄罗斯和中国 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 正变得越来越大 作为欧洲政治共同体 EPC的一部分 欧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将于周四 在西班牙格拉纳达举行会议 其中包括乌克兰和西巴尔干国家的代表 周五 他们将讨论乌克兰 希望在今年年底前 开始入盟谈判的问题 米歇尔还批评了欧盟委员会 他过去曾多次 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发生分歧 例如 冯德莱恩 阿瑟·范德·雷恩 与荷兰和意大利 一起启动了与突尼斯的最新移民协议 但没有将其提交给欧洲理事会 这引起了其他成员国的不满 米歇尔说 我理解成员国的沮丧情绪 欧盟以条约为基础 遵守条约是明智之举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明确的授权 确保那些最终应该做出决定的人 即成员国参与其中 米歇尔并批评了欧盟委员会 去年六月针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产品的决定 他说 对一些成员国来说 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情况下 一夜之间执行这一决定会是一场灾难 米歇尔说 在欧洲理事会 我们随后花了几个小时 试图改进欧盟委员会的提案 尽管这不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工作 米歇尔强调 他担任主席的欧洲理事会 发挥了突出的外交政策作用 当然 欧盟委员会也有一些外交政策任务 但其真正的任务 是落实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决定的战略方向 米歇尔说 不幸的是 这正是事情有时会陷入僵局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Diamitro Kleber周一表示 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应在今年年底前开始 他在基辅与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面后介绍称 所有讲话的主题都是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身份 我们正在向前迈进 我们预计将在年底前决定启动 欧盟成员国资格谈判 库列巴说 这只是时间问题 考虑到乌克兰已经正在和将要实施的所有改革 乌克兰和欧洲方面都决心尽快向前推进 库列巴指出 乌方的关键信息是 我们将接受欧盟委员会为启动入盟谈判提出的七项建议 但预计不会提出额外要求 生存的问题 强大的国有巨头被视为给中国科技优势的关键 南华早报 中国国有企业SOS 必须在确保地缘政治复杂性和供应链中断 不会阻碍中国高科技愿景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国资委表示 SOS对国家安全和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国资委敦促他们进行改革 以增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SOS还必须专注于科技自主创新 并多元化石油 天然气进口资源 增强对运输渠道的控制 监管机构将为SOS提供更多政策支持 以增加对基础 紧急 前沿和颠覆性技术的研究 中国股市的抛售过度了 下行空间有限 香港基金经理 南华早报 中国股市接近触底 对经济和房地产行业的担忧被夸大了 这是价值伙伴资产管理公司股票副首席投资官 于晨军的观点 最近中国股市的抛售导致估值便宜 投资者情绪雄势 这表明下跌可能过度了 于晨军补充说 稳定的经济数据 比如中国制造业活动连续6个月首次扩张 可能为更多乐观提供了基础 美国宣布采取全面行动打击中国芬泰尼供应链生产商 多伦多星报 拜登政府采取行动打击芬泰尼走私 宣布对涉及进口制造该药物所需化学品的中国公司和高管 进行一系列起诉和制裁 此举是该政府应对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的努力的一部分 这些行动包括对8家中国公司和12名高管提出指控 以及对28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 主要来自中国和加拿大 将使他们无法进入美国金融系统 芬泰尼是美国最致命的药物 主要来自墨西哥和中国 中国的电动汽车威胁着让欧洲落后于中国 金融时报 中国电动汽车EV出口到欧洲的速度超过了预期 因为该国的EV行业正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电动汽车中 约有40%是特斯拉 而三分之二的车辆是纯电动汽车 相比之下 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欧洲的道路上相对较少 欧洲汽车制造商正竞相迎头赶上中国对手 欧洲成为中国EV制造商寻找新市场的关键目标 两个普通数字奇迹般突破中国言论防火墙 千山万除除不掉六四在人心 VOA目封 中共对言论文字的控制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 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浩浩网络万千根铁 无一不在网管的监视之中 但凡他们发现一个敏感词或者与当局观点不合的言论 都会遭到无情删除 屏蔽或者更加严重的处罚 但10月1日中国的国庆节 杭州亚运会上女子100米跨栏比赛后 两名中国运动员相互拥抱的照片先在网络上风靡 后又遭到全网删除 让无数人感到既荒唐又可笑 这张照片之所以触及中共言论审查红线 是他们穿的短裤侧挂着的跑道号码牌 一个是6 另一个是4 这两个数字单独看再普通不过 但他们靠在一起就意义非凡 代表着1989年6月4日 北京爆发天安门广场 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流泄事件 史称六四事件 六四之后 中共经历了江泽民朱镕基时代 胡锦涛温家宝时代和习近平时代 每个时代都将六四事件 列为级别最高的竞技词汇之一 但凡六四在公共空间出现 都会被立即清除 细究起来 这两名女孩短裤上的这两个数字 要碰到一起 并引发全国关注 是一个非常微小的概率事件 事情的原委 要从中国最厉害的女子短跑运动员吴燕妮 抢跑犯规开始 裁判看到她抢跑 就叫停了比赛 但吴燕妮坚称 她抢跑是受她右边的印度选手的影响 因此要罚 两人都应该处罚 争执不下 裁判让步 为照顾中国东道主的面子 裁判提出比赛继续进行 带队录像进一步研究后 再做裁决 无论认定谁有错 裁判都会取消他的成绩 于是 比赛继续进行 结果 中国运动员林宇威 获得小组第一名 吴燕妮获第二名 这才有了两人激情拥抱 碰到一起还不行 还要被媒体拍到 正是吴燕妮与裁判的纠纷 引起媒体的关注 中国官媒新华社 央视和世界其他主要媒体 都在这场比赛结束后 守候在现场抢拍到 林吴相拥的照片 无巧不成书 由于两个数字 位于图片下方 并不起眼 摄影记者在对这两个数字的政治敏感程度 毫无意识的时候 拍照很容易忽略这两个数字 如果真是这样 故事也就没有了 但在记者的照片上 两个数字 偏偏就堂而皇之地 站成了一排 两个数字进入了照片 与得到人们看懂其中的意义 还有一关 从事实上看 央视 新华社等 都在处理照片时 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据说 央视也急急忙忙 在社交媒体上出了图籍 祝贺林宇威夺冠 但没有人注意到 64两个数字 已经给他们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知名网友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发推说 因为照片中两人的号码 组成了64 导致图片在墙内被加 目前仅有零星几家媒体的照片 还没有被封禁 央视自然也发现这个问题 于是又匆匆将之删除 闹了一个大乌龙 这一路下来 巧合的地方太多 吴燕尼没有强跑犯规 就不会跟裁判发生争吵 赛后这两名运动员 就不大 可能会激情拥抱 6与4也走不到一起 如果这两个数字的 在他们短裤的位置稍有偏移 这完全可能 看样子 号码不是临时挂上去的 他们就不可一块搞事 如果没有争吵 就不会有那么多媒体 关注这场比赛 更不会有后来的这张照片 如果官媒足够敏感 及早发现问题 也不会搞出这么大的乌龙 如果不是网民们 心中不忘六四 这张照片 也不会得到广泛转发 这许多的巧合 最终赋予6与4巨大的能量 使他们硬生生突破了 中共对言论空间 构筑的密密麻麻的 民调暗保 海外社交媒体上 众多网民纷纷转发这张照片 有人留言讥讽 浑身都是敏感词 还有人一针见血地说 这两个选手一组合 直接出了党国最不能碰的地方 麦卡锡成为有史以来 首位在美国众议院投票中 倍感下台的议长 法广 福林 当会议主持以216比210票 宣布表决结束时 美国众议院全场鸦雀无声 议长一直就此宣布空缺 众议院现在需要选举一位新议长 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替代人选 能获得赢得议长职位所需的支持 麦卡锡的政治前途岌岌可危 他是否会重新夺回议长一职 还有待观察 在此之前 众议院从未通过决议 罢免议长 表决结果出炉几分钟后 麦卡锡的头号盟友 北卡罗莱纳州联邦众议员 麦克亨利 Patrick McHenry 结果一时锤 根据美国众议院规则 他被任命为临时议长 在选出新议长 之前一直担任该职务 众议院随后迅速休会 以便议员们开会讨论今后的道路 对于酒精沙场的麦卡锡来说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时刻 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助长了对他的惩罚 但他周末决定 与民主党人合作 维持美国联邦政府的运行 而不是冒着停摆的风险 这又引发了对他的惩罚 早些时候的投票结果是 218票比208票 11名共和党人 允许推进罢免动议 众议院随后在下一轮投票前 展开了近代以来 从未有过的会场辩论 代表加州的麦卡锡坚称 他不会为了继续掌权 而与民主党人达成协议 即使他提出要求 也不可能依靠民主党人的帮助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 杰弗里斯 哈勤 在给同事的信中说 他希望与共和党人合作 但不愿提供拯救 麦卡锡所需的选票 杰弗里斯表示 现在 结束众议院共和党内战 是共和党议员的责任 他宣布 民主党领导曾将 投票支持罢免议长的动议 随着众议院陷入沉默 前总统特朗普的 头号盟友马特 盖茨起身提出动议 他是共和党 极右翼在众议院的领袖 曾在今年1月与麦卡锡 为获得一掌一职 而进行的持久战中 展开斗争 俄克拉和马州共和党籍 联邦众议员科尔 汤寇 在辩论开始时说 这是悲哀的一天 他敦促同事们 不要让众议院多数党 共和党陷入混乱 但马特 戴茨在辩论中反击到 混乱就是麦卡锡议长 解除议长职务 使众议院共和党人陷入混乱 他们正试图寻找 新的领导人 今年1月 麦卡锡本人 经过15轮多天的投票 才获得了同事们的支持 获得了一掌一职 众议院共和党 没有明显的继任者 共和党人对麦卡锡 在上周六 依靠民主党选票 批准临时措施 以维持美国联邦政府 运转至11月17日 感到不满 一些人宁愿政府停摆 因为他们 要争取更大幅度的开支削减 但民主党人也对麦卡锡 放弃今年早些时候 与拜登达成的 以确定联邦支出水平的 债务协议 感到不满 因为他使其右翼 更加大胆地推动 大幅削减支出 特朗普目前是2024年 美国总统大选民调中的 共和党领导者 他将挑战拜登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问道 为食谋共和党人 总是内部斗争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您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新闻 首先 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科技优势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们被要求在确保 地缘政治复杂性和供应链中断 不会阻碍中国高科技愿景方面 发挥领导作用 这表明 中国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创新 非常重视 接下来 中国股市的抛售 可能已经过度了 经济数据的稳定表明 下跌可能已经触底 这给投资者带来更多乐观的信号 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然后 美国政府采取了全面行动 打击中国分泰尼供应链生产商 这是应对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的一部分 这一行动显示出拜登政府对于打击毒品走私的决心 也体现了他们对国家安全的关注 此外 美国能源公司HF Global和日本的ANIOS 将在电动燃料方面展开合作 这有助于减少航空等行业的碳排放 符合双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的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的快速增长 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 正在迎头赶上欧洲汽车制造商 这显示出 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竞争力 也为中国EV制造商寻找新市场提供了机会 另外香港房地产市场低迷被收回房屋数量增加 即使以折扣价格出售也难以吸引买家 这反映了香港经济的困境 也给投资者带来了一些机会 最后 中国的熊猫外交即将结束 这些熊猫将从西方的动物园召回 这一举动反映了中国自信的态度 也与西方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有关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和我的观点 现在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新闻焦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非法移民激增 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 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函国安部 这些人中可能包括间谍 张家敦 有些人似乎是解放军 达里奥表示 中美关系已经到了红线的边缘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中国非法移民激增 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 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函国安部 这些人中可能包括间谍 张家敦 有些人似乎是解放军 VOA张穆林 美国国会的一些共和党参议员 最近联名致函国土安全部部长 亚利杭德罗 麦于尔卡斯 Alehandro Mayorkas 针对今年以来 18000多名中国国民 从南部边境非法越境进入美国 表示担忧 与2022年的2000多人 和2021年的450人相比 今年数位有了显著增加 他们指出 这一数字持续增长 而且绝大多数非法入境的中国人 都是单身青年 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构成重大威胁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共和党参议员 包括来自堪萨斯州的罗杰 马歇尔 Roger Marshall 印第安那州的麦克 布劳恩 Mike Brown 内布拉斯加州的比特 李克茨 Pete Ricketts 佛罗里达州的马可 卢比奥 Marco Rubio 和北卡罗来那州汤姆 蒂利斯 Tom Tillis 他们表示 这些人中可能包括 可能从事间谍活动 或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 政府机构或私营部门 实施网路攻击的个人 他们说 有大量记录显示 在中共的指导下 中国国民从事间谍活动 窃取军事和经济机密 他们还强调了 中国在向墨西哥毒品卡特尔 提供潜体物质方面的角色 这些潜体物质被用于制造分泰尼 然后走私到美国 中国偷渡者 鱼龙混杂 曾于2001年出版 中国即将崩溃 一书的作家张家敦 Gordon G.Cham 表示 现在 美国本土正受到中国入侵的威胁 参议员罗杰 马歇尔等人 有权发出警告 大批中国移民 正在通过美国南部边境 徒步进入美国 几乎所有人都 对中国 绝望了 他们迫切地寻求更好的生活 为自己和子女 然而 有些人几乎可以确定 是来犯下破坏行为的 他们 似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 美国边境巡逻队知晓 在南部边境的一些中国移民中 有少数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明确的联系 张家敦告诉美国之音 这些正值入伍年龄的中国男性 以5至15人为一组 在没有家人陪同的情况下 成群结队的行动 假装不懂英语 他们看起来像是中国的突击队员 令人担忧的是 如果在亚洲爆发战争的第一天 他们可能会摧毁美国的电网 向水库下毒 暗杀官员 引发森林大火 传播病原体 并通过爆炸购物中心和超市 制造恐怖 因此 亚洲的下一场战争 可能会蔓延到美国本土 甚至可能在第一天就开始 美国人将被迫卷入战斗之中 张家敦说 张家敦强调 移民使国家强大 几乎所有通过南部边境的中国移民 都将为美国社会做出贡献 然而 其中有些人 却可能是来对美国发动战争的 我们不能再容忍破坏者进入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罗兰港联合学区教委陈正志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美国的国家边境形同虚设 的确是离谱的现象 这是联邦政府 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失责和严重漏洞 他提醒人们 要记住911恐怖袭击的教训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移民信息的错误 陈正志说 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中国政府 任何有意渗透破坏美国 或者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外国政府 或恐怖组织都会承虚而入 这就是魏石魔 马歇尔等参议员 对政府的警告 不容忽视 边境失控 不仅对美国国家安全 构成严重威胁 同时也会让犯罪分子 进来破坏社会秩序 走私团伙 破坏经济稳定 甚至可能引入病毒 威胁美国人民的健康 政府现在不行动 后果将会是致命的 来自中国湖北武汉的偷渡客 中雷表示 马歇尔参议员对政府的警告 有一定道理 按照共产党的惯例 他们百分之百会收买线人 走线的微信群中 经常会混入一些人 他们自称是在洛杉矶的留学生 如果你批评共产党 他们就会夹你 中雷说 他回忆到 这些人常常用美女头像伪装身份 在一次聊天中 他提到了关于共产党的负面言论 引发了对方的极度愤怒 对方声称自己在洛杉矶 并试图让他对共产党有正确的认识 共产党就是依靠这种手段 起家的 2023年2月 我在湖北武汉 因为医疗保险问题 我们走上街头游行 队伍中就有共产党的卧底 他们了解参加游行的人员名单 下车地点等 说明他们内部有人 像我们这些真正偷渡来的人 普遍文化水准较低 甚至连签证都拿不到 大多数都非常珍惜来到美国的机会 平时都在辛苦打工 哪有时间整天守在微信群里闲聊 监控别人的言论 中美告诉美国之音 来自中国江苏苏州的偷渡客张小波透露 在走线的途中 他结识了一个来自中国江西的队友 是一位30多岁的前武警部队士兵 曾在武警部队服役8年 这位队友向他展示了银行卡上 2000多万人民币的余额 但因为某些原因 这笔款项被银行冻结 除此之外 他还告诉张小波 他的几套房产和一辆兵力车 也被中国共产党冻结了 对于那些有军灵的人来说 通过正规途径获得美国签证非常困难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 我认识的两位曾当过兵的朋友 都是通过偷渡这种方法来到美国的 现在中美关系紧张 所以今年有很多人选择了走线过来 这些人各种各样 有些曾经为中共效力 有些可能依然与中共有牵连 但是 谁也无法确定他们的真实身份 还有一些人 在为中共服务后 通过这两年的经历 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 因此决定逃离那个专制独裁的国家 我认识的两位士兵 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张小波说 追求自由与幸福 需要走合法途径 加州阿卡迪亚市前市长 鄂志超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他不认同马歇尔等议员的观点 除非他们拿出证据 鄂志超说 政府人员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如果拿不出证据 就是造谣 如果政府领导乱讲话 就不应该当领导 因为你是领导 讲的话应该有信用 大家会相信 马歇尔参议员可能觉得 自己写信是孤军奋战 所以多找一些人越台 在谈到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时 鄂志超认为 应该矫正他们的做法 想移民 应该按照正当途径 办理移民手续 非法入境 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 我相信 苦中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都有 不管你有多苦 也不能做犯法的事 想要移民 用正当的方法 走歪路会给以后的生活带来烦恼 你偷渡进来之后 躲躲藏藏的害怕被抓 过得舒服吗 你如果真的没有途径 就待在老家不要动了 所有偷渡的理由 都不是理由 鄂志超告诉美国之音 针对已经非法入境的人群 鄂志超建议他们 尽快合法化身份 这样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他强调 个人的奋斗和进取心 非常重要 美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社会 但你也需要主动去争取 多结交一些真心说明你的朋友 远离那些欺骗你 占你便宜的人 我们常说 在家靠家人 外面要靠朋友 洛杉矶中华会馆副主席周慈轩 对于马歇尔参议员等人的观点池保留意见 他认为 追求自由民主和美好生活 是人们的常态 早期移民的目的 与现代偷渡者并无二致 我们不能100%保证偷渡者 跟政权没有勾结 中国政府有可能会利用 这个机会穿插一些人员进行情报收集和分化任务等 但绝大部分人背井离乡 目的都是想追求自由民主 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是美国所提倡的 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他们偷渡者千辛万苦来了 我们不需要做到很绝情 这样会失去我们奉行的人道主义的宗旨 周慈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周慈轩指出 这些人通过非法途径 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 有些在舌头的引导下冒着生命危险 他们在美国成为了中下层劳动工作者 对美国本土的影响并不大 甚至是一种变相的说明 以加州为例 很多墨西哥同胞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从事着底层美国本土人和华裔都不愿从事的工作 这实际上是对底层劳工缺失的一种补充 加州阿卡迪亚市华裔事议员戴首珍 周泰表示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 非法移民是否与中共有关 但进入美国后 一些非法移民滥用福利 城市游民增多 引发了一系列混乱局面 与早期通过合法途径移民的人相比 这些人的背景差异很大 戴首珍指出 他在美国生活了40多年 认为现今来美国的人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 这些人似乎可以直接偷渡 不需要合法身份 在他看来 美国的移民系统似乎鼓励这些行为 类似于政府修改了关于偷窃行为的惩罚措施 将950元以下的窃盗定为轻罪 这使得罪犯认为 乔·拜登的狗指挥官咬特工 因为他们对他不够微笑 英国美日电讯 据一位前白宫工作人员透露 乔·拜登的狗指挥官 据称因为特勤局成员缺乏微笑 而咬伤了几名特勤局特工 根据《信息自由法》公开的投诉显示 这只两岁的德国牧羊犬 多次对保镖表现出攻击性行为 前白宫员工为这只狗辩护 表示特勤局特工 可能对这只动物表现出敌意 而其他员工则面带微笑地迎接他 这些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白宫宠物所处的压力环境的担忧 第一夫人的发言人承认了这些挑战 并表示拜登夫妇正在努力帮助指挥官应对白宫场地的不可预测性 我在阿斯顿维拉的115英镑Castor球衣下进行了训练 汗水把健身房的地板都弄湿了 英国美日电讯 阿斯顿维拉的星球衣由卡斯托尔制造 因穿着时不舒适且容易出汗而受到批评 这件球衣采用合成材料制成 缺乏天然纤维给人一种塑料般的感觉 球衣在评论中评分低 并有报道称阿斯顿维拉可能会因球衣问题 而终止与卡斯托尔的装备合同 无标签组织要求州民主党主席在拜登表示 民主允许第三党参选后退一步 多伦多星报 无标签No Labels是一个为可能的第三党总统候选人 提供基础的团体 他们要求民主党官员不要干涉他们的工作 此举是对桥 拜登总统表示他们有权创建一个新党的回应 无标签对中左翼组织第三条道 Fordway向州党领导人分发谈话要点的做法表示批评 后者反对无标签的倡议 美国要求中国释放 据报道被判终身监禁的维吾尔学者 南华早报 美国谴责中国对维吾尔知识分子拉希勒达乌提判处无期徒刑 并呼吁立即释放他 美国国会中国共产党问题特别委员会强烈谴责这一判决 表示达乌教授和所有其他非法关押的人必须立即释放 美国国务院也批评了达乌的无期徒刑 称其是中国消除维吾尔族身份和文化 破坏学术自由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达乌是一位知名的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 自2017年12月以来一直下落不明 舒默将带领两党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中国 缓解紧张局势 华盛顿邮报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尔斯 舒默将带领一支由参议员组成的跨党派代表团 本月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 此次访问正值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紧张关系的时刻 代表团成员可能会面临各国政府 在人权、贸易和地缘政治等问题上的分歧 参议员们希望在访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此次访问的目的是推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并改善两国关系 ATP新闻 詹尼克 辛纳在中国赛中淘汰了卡洛斯、阿尔卡拉斯 路透社 意大利选手杨尼克 辛纳在中国公开赛中击败头号种子 卡洛斯、阿尔卡拉斯晋级决赛 辛纳将在决赛中与二号种子 丹尼尔、梅德维杰夫对决 辛纳在与阿尔卡拉斯的对决中以4比3领先 并成为首位在巡回赛中取得四场胜利的选手 辛纳将在下一期ATP排名中升至第四位 梅德维杰夫在击败亚历山大 自为列夫后晋级本赛季的第八场巡回赛决赛 他本赛季已经赢得了五个冠军 在另一场比赛中 阿德里安·曼纳里诺击败赛巴斯蒂安·科尔达 赢得了阿斯塔纳公开赛冠军 成为首位在一个赛季中赢得两个ATP巡回赛冠军的法国选手 达里奥表示 中美关系已经到了红线的边缘 路透社 雷·达里奥是对冲基金桥水集团的创始人 他认为中美关系临近红线 并指出两国在台湾 芯片和地缘政治等问题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 然而 达里奥并不认为两国之间会发生战争 因为双方都意识到这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达里奥还预测 由于通胀持续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可能会达到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的新闻内容 首先 我们谈到了中国非法移民激增 引起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 一些共和党参议员 联名致函国土安全部部长 表示对中国国民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担忧 他们认为 这些非法移民可能包括间谍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作家张家敦也指出 这些非法移民中 可能有些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 他们可能会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和政府机构进行网络攻击 这些报道 引起了人们 对于中国非法移民的关注和讨论 在接下来的报道中 我们了解到乔拜登的狗指挥官 咬伤了几名特勤局特工 原因是特勤局成员缺乏对狗微笑的态度 这一报道 引发了人们对白宫宠物的压力环境的讨论 此外 我们还介绍了一件 关于阿斯顿维拉足球俱乐部新球衣的新闻 这款球衣 由卡斯托尔制造 但因为穿着不舒适 和容易出汗 而受到批评 还有一则关于无标签组织要求州民主党主席退一步的报道 这个组织要求民主党官员不要干涉他们的工作 因为他们计划为潜在的第三党总统候选人提供基础 另外 美国要求中国释放一名被判终身监禁的维吾尔学者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美国国会中国共产党问题特别委员会 谴责了这一判决 并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它 最后我们还了解到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尔斯 舒默将带领一支跨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 日本和韩国以缓解紧张局势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从非法移民到白宫宠物 再到政治和体育的新闻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作为观察员 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关注和好奇心 了解世界的不同面貌 那么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你认为 非法移民是否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你对乔 拜登的狗咬人事件有什么看法 你对中国判处维吾尔学者无期徒刑有何看法 欢迎大家留言和我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好了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保持好奇心 了解世界的不同面貌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